另外在佐西乡有多位的农民 因为种植芒果、柑橘类或者是苦茶油 位置都在山上 并且附近也有许多的野生动物 每次农民上山 作物不但是被破坏好几次 也被攻击受伤 就有农民提出了 是不是能够携带猎枪上山来驱离 并不是扑杀 而玉璃分局则是回应 只要不是犯罪扑杀 基本上都从宽认定 佐西乡有多位的农民 因为种植芒果、柑橘类或是苦茶油 位置都在山上 并且附近也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每次农民上山 作物不但被破坏好几次 也被攻击受伤 就有农民提出 是不是能够携带猎枪上山驱离 并不是扑杀 因为像我们真的很多山猪 我们的地坏都被他们给挖 他都帮我们捕捉 所以麻烦我们的警察上的 警察大人他们不要为难我们农民 可以吗 玉璃分局长则是回应 只要不是犯罪扑杀 基本上都会从宽认定 提到说在深山上 你的山上 然后你为了自己的安全 我当然说你重犯认定 因为你也没有打猎到什么东西 你只放症而已 所以不说你会重犯认定 说明的一点是重犯认定 当然是没有犯罪的情形下 当然你会重犯认定 所以故意说 因为你在山上有一把猎枪 我们就说你到底 但是你如果旁边已经有 野生动物保育法的 那个动物已经被打死了 在你旁边 那就有证据了 就变成不得不败 对农民来说 实在不堪侵扰 才想要对闯入果园的山猪 或者是其他野生动物动腔 仅能体谅他们的无奈 记者高双双 卓西乡采访报道